我比他条件好,他大我四岁,而且还是二婚 我从长春跟他到唐山组建家庭 这些年他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没亏待过他,有好几年他都是在家全职带孩子 我一个人在外面拼命挣钱,他就是太不知足了 我在家里就是给他当牛做马的 但他的脾气对我越来越大 而且做的事很没有人情味 我已经对他心寒了 他就是特别矫情,我是个直脾气 有时候爱道道的几句 他总是阶题发挥,我心里也挺委屈的 有请这一队,有请 崔先生47岁,来自河北石园 宋女士43岁,来自吉林兼职服务员 欢迎老妹哈 您好 结婚多少年啊 十年 我俩,我是二婚,她是头婚 哦哦,您是再婚,是吧 对 认识多久结的婚啊 认识半年,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 就是有一点轻微的脑血栓 数三天一夜就回家休养了 这个你还真是无知了 挺危险,就去得早 没有合遇症啊 目前来说,恢复的还可以 这个要引起重视 心脑血管疾病,中年人的一个第一杀手啊 生命杀手 但是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那是无知,不是不关心 啊,那不对啊 这么严重的病,她都不往心里去 过后我自己心里也挺愧疚的 就是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完了,我这也是一直在弥补 在往回拉这个事儿 结果呢,就是处理院没几天呢 她就是立了一份遗嘱 写遗嘱了 家里头仅有两套房子 她都给她大儿子了 而且这遗嘱呢,放到她大儿子那儿 咱就不说遗嘱的内容 就是这一件事 至于上升到这种立遗嘱的这个高度来吗 这是过日子吗 不是,您是对她立遗嘱这个行为表示质疑 还是对遗嘱的内容表示质疑 两者都有质疑 她这人就是小心眼儿 就是小题大做 但是 这一件生病了 就上升到立遗嘱的高度 行 我以前生病,我这身体一直都不好 我胆载了,因为胆结石把胆载了 身体不好 再说我生完我家这个儿子之后 气血鬼一直也没调染过来 就我身体特别不舒服 我说你陪我去看看医生 都没有大一份事儿 您这不就赌气吗 您当时是不是赌气啊 您说 小题大做 这个成分多 因为没得过毛病 发了一份病 还是这么严重的病 他不当回事 我的心 后来他去照顾你了 我生病你也没当过回事啊 从来都没陪我看过医生啊 这等于就夫妻之间贴了一个大哥的了 从那开始 各种各样的矛盾就该翻出来了吧 后面还发生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们娘俩一点都不关心 就是尤其是我小儿子出生 到现在小孩子上四年级了 全是我一个人带 我前几年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 孩子上学之后呢 我是出去找份工作 一边照顾孩子一边顾家 现在呢孩子上四年级了 他从来没参加过家长会 从来也没去接送过孩子 那我平常工作忙嘛 我现在也上班 我也有工作呀 那到什么程度 他就从学校回来从门口过 孩子正在放学呢 他都没想到能把孩子带回来 这就是当父亲的 还有一次最严重呢 这是为啥呀 没当回事呗 这平常都是他接送嘛 那不是年儿子是吧 是啊 那就很奇怪了 就从学校过回家 把儿子捎带手的接回来 这多开心的事 怎么就不接呢 就是因为女主内男主外嘛 我父亲正在两家 儿子从就在学校 学校也放学 就经过那儿 为什么不接儿子 他还有更过分的呢 有一天孩子要去上辅导班 我有事儿 他呢 在家玩手机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把孩子送到辅导班去 等我办完事儿回来 人家躺到床上 还在玩手机呢 没去送孩子 孩子去上辅导班 还要经过大马路车 人家躺到辅导班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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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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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我在家这么当牛做马 他天天还说我在家懒 我说我身体不舒服 他说我 你就天天跟林黛玉似的 天天就在那装病 那本来就是 你是这是过日子 有这样过的吗 今儿从脚到头 今儿补腿疼 明儿准胳膊疼 后天准肚子疼 天天疼 我是疼 但是我活没干吗 所有的事 家里的活都我干 我在这个家里当牛做马 你看到了吗 你干过一次这事吗 你煮内我煮 我挣钱养家都中了呗 那还养开啥呢 你说这热门过下去吗 得挣多少钱一个月 这么大的底细 普通老百姓呗 现在不中了 现在拴住以后 换工作了不中了 以前还凑合这 什么叫拴住了 脑血拴吗 以前做什么工作 以前搞销售的 一个月十来万 没有没有 三五万 万十多块钱吧 嗯 哦 就可以这样了 行 接着说 这肯定新凉啊 就是我从吉林来到这 不眼前里来 跟他组建这个家庭 也生活十年了 就是我父母 生活在吉林 年龄也大了 七十多岁 身体也不好 我弟弟妹妹 在家里去照顾我 呃 他没有什么事呢 从来都不跟我提 有什么困难都不得说的 但是说 呃 前段时间妹妹买房子 就跟我张了一回嘴 说借三万块钱 啊 不懂 我跟他说这事 啊 他直接就甩给我 四千块钱完事了 那你一个月工资给他了 那不中在这 你们家谁管账啊 都在他手上 您自己工作吗 我工作 但是我也是孩子上学之后 才工作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积蓄 拿点钱怎么 他这个事是这样 他本身 我换了工作以后 我收入都低了 不过这的 你不得留点 急需的 但是他妹妹 他本身 咱们老话讲 救急不救穷 他妹妹的 手里没有买房子 够的那个资本 他非得买这个房 东借西借的 我就不支持这种事 反正我就说 这四千块 这一位工资给你 我也不要了 那为啥你前妻借钱 借五万 他二话不说 直接借了 他对前妻能这样 那我这边呢 他对我就一点 人情味没有 那此一时彼时 那是以前的事 以前 那一个月 那收入那多呀 而且主持人 我跟你说 我们大二的离婚 就说是判给他前妻的 这个孩子 但是一直在 跟我们一起生活嘛 所有的抚养费之类的 我从来都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 气脚过 我个人认为 我对这个家 已经做到我全部了 已经全心 全意 你跟他儿子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非常好 我来到唐山 我现在说实话 一个亲朋好友都没有 这个家 我全部心情都放在这个家里 但是你说 他这么做 让我心真的 寒了 这个懂 就这段时间 他身体就是一直在 好远